第841张远古神帝又如何 修炼之中 蓝小布根本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加了一条混沌神灵脉后 蓝小布吸收的速度更是迅速 转眼又是百年 百年过去 蓝小布拿出来的神圆丹几乎用去了一大半 而他的修为也来到了准圣三层巅峰 只差一步就可以跨入准圣四层 就在蓝小布疯狂席卷神圆丹元 既准备冲击准圣四层的时候 在他闭关的洞府外面来了两人 一人头戴高官 周身道运厚重 只是人站在原地 似乎就让周围的空间自成一片世界般 这高官男子看着远处的两座山峰 并没有说话 他已经感受到了空间中的稻则波动 而跟在这男子身边的是一名和神镜修士 如果蓝小布在这里的话 肯定可以发现这名和神镜 正是百年前他冲击准圣时候来这里旁观过的 前辈 那个强者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渡劫的 我们亲眼看见他杀了进府前辈 我听人说 他渡的是准圣雷节 这和神镜修士竭尽谦卑的说道 很好 你可以安心的走了 高官男子说了一句后 抬手就是一巴掌拍了出去 和神镜修士感知到不妙的时候 却连半点反应都无法做到 在这高官男子的一巴掌下 直接化为血渣 高官男子看都没有看被他拍杀的这名和神镜 一步就落在了蓝小布闭关的洞府外面 蓝小布和北肃亭在这里闭关 别人看不出来 不代表他看不出来 蓝小布洞府虽然被护震遮住 但那剧烈的规则波动却无法瞒过他的感知 至于北肃亭洞府外面的空间波动 他直接无视了 以北肃亭修炼的这种波动 绝对不会是什么强者 高官男子干脆的一拳轰了下去 虚空中发出咔嚓一声烈响 然后就是山峰倒塌的轰鸣之声 这一拳之下 蓝小布布置下来的外户阵尽皆碎裂 就连整个山峰也被这一拳轰成两半 正在冲击准胜四层的蓝小布被惊醒 他心头大怒 当年自己渡劫的时候有人毁了他的神阵 没想到闭关的时候 还是有人过来毁他的神阵 不过他依然没有出去 只要再给他十几个呼吸时间 他就可以冲进准胜四层 准胜四层 那就准胜中期境界了 从实力上来说 要飞越一个巨大的层次 轰 又是一拳轰在了蓝小布的护震之上 这是蓝小布最里面的一层护震 八级神阵 仅仅是一拳 蓝小布的这个八级神阵就彻底裂开 你是何人 一个惊怒的声音响起 北肃婷已经打开了护震 他刚刚跨入河神阵五层 就听到外面有人轰击护震 肃婷道友 恭喜你跨入河神阵五层了 蓝小布温和的声音传来 北肃婷惊喜地落在蓝小布身边 然后又警惕地看着那名高官男子问道 蓝大哥 这人想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闭关根本就没有干涉到他 他怎么来轰洞府 应该是想要我身上的神员丹 可惜他区区一个伟胜还不够看 等我教训了这个家伙 再和你说 蓝小布一步跨出 落在了这名高官男子的对面 伟胜 呵呵 你恐怕连伟胜都差十万八千里 高官男子盯着蓝小布语气冰寒 此刻他的领域开始往外延伸 他的大道道则缓慢地束缚着这一方空间 似乎要将这一方空间化为自己所有 蓝小布就好像没有听到对方的话 也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动作一般 只是对北肃婷说道 肃婷道友 你退后一些 等我杀了这个自以为是的伟胜再说 高官男子听到蓝小布的话 问了一下 然后哈哈大笑 我扑合是太久没有出来了吗 所以什么人都觉得可以杀掉我 当年十二神帝的名号出来 任何修道之人听了都要停下来恭谨助力 而今天 居然有人说要杀掉他这个十二神帝之一 蓝小布压抑地看着眼前这个高官男子 你叫扑合 就是被我干掉的那个家伙口中说的什么十二神帝 似乎很久都没有听人提起过十二神帝了 扑合神帝似乎陷入了一种回忆 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看着蓝小布说道 很多年没有一个小辈敢如此和我说话了 今天我会让你看看神帝是什么存在 就算是我的神帝果位虚弱的不能再虚弱了 也不是你一个小辈可以触及的 扑合神帝说完后 抬手一挥 一道金色的道芒落下 他的法宝是一条金色的长边 在长边的金色道芒在挥出后 杀伐道运气息瞬间扩散 和他的领域融合在一起 下一刻撕裂空间的杀翼 就裹住了这一方空间 哪怕远远退后的北肃亭 依然是感觉到心惊胆战 下意识地再次后退 他惊恐地看着战场 这种可怕的杀势如果是他面对的话 对方根本就不需要动手 只要这种威压 他就无法做出反击 蓝小布故意没有动手 他知道和一个圣人 哪怕是和一个尾圣对战 委婉动手一息时间 自己所处的被动就多一成 不过如果他连一个尾圣都无法对抗 那他还是要选择继续闭关 否则回到长生界也只是受辱罢了 看见蓝小布居然敢不动手 蒲和倒是一愣 他不认为蓝小布没有机会反击 蓝小布能杀掉他的手下进府 就有反抗的机会 很快他就明白了蓝小布的想法 这是要看看他这个神帝 有几斤几两啊 蒲和神帝气笑了 金色的长边的杀势 陡然增加了一倍都不止 蓝小布睁开了眼睛 手一圈 长生己出现在手中 同时长生己披了出去 原本被蒲和神帝压到极致的空间 在长生己寄出后 空间好像突然被结绑一般 一切都空旷起来 就是蓝小布都惊喜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巨大进步 这一几下去没有任何道则酝酿 可那杀法法则瞬息被挥洒出来 就好像泼墨挥毫一般轻松血液 无序零碎的法则碎片瞬息成形 化为无形也无智的杀戒 这杀戒你可以感知 却无法触摸 杀戒一层叠加一层 再也不是之前的七界七层 似乎变得永无止境一般 轰 长生己凝炼的法则杀戒和蒲和神帝斩身边的杀法道则轰在一起 空间一阵阵阵颤 道运碎裂 空间似乎有细微的裂痕出现 远处北肃亭看的心惊胆战 这要有什么实力才能将空间轰出裂纹 还能将道则撕裂 蓝大哥懒得跨入传说中的圣人进了 咔嚓就连北肃亭都感受到了领域撕裂的声音 不过这领域碎裂的声音不是蓝小步的 而是蒲和神帝的 蒲和神帝脸色苍白 他第一次遇见如此可怕的准圣 这哪里是准圣 就说是圣人也不为过了吧 而且还不是伟圣 甚至是一转圣人 作为十二神帝之一 蒲和神帝太清楚自己的实力了 就算是一转圣人来 他应该也不拒 那就是因为他的道 他是远古大道 如果正道一转了 将远远强于寻常的圣人 可一个准圣一己轰出 就撕裂了他的大道领域 不仅如此还让他受创 而且他几乎可以肯定 蓝小步这一己没有用权力 不但没有用权力 还是等他叙事之后开始反击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一开始占据先机的不是他 而是对面的这个准圣 那他蒲和现在不是重创这么简单了 赶紧走 留在这里那是找死 蒲和圣人心中冰凉 不仅仅是自己不是蓝小步的对手 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叹息 他潜伏这么长时间 为的就是出来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他居然不是一个准圣的对手 他蒲和凭什么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一刻蒲和神帝的信心开始崩塌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自信 这对一个圣人来说 是致命的 哪怕不是圣人 大道信心丧失 几乎等于大道失去了前进的可能 更为可怕的沙士席卷过来 蒲和圣人知道自己不能想下去了 他毫不犹豫的就要转身顿走 继续留在这里 他必死无疑 眼前这个准圣是他见过的最强准圣 没有之一 此刻他耳边传来了蓝小步淡然的声音 想走了吗 可惜的是 既然来了就别想走 看我这一拳怎么样 轰 一拳轰出 背秋起 蒲和圣人的世界开始灰暗 拳起秋风吹 待得秋近时 生息短 草木化为霜 蓝小步七阴沙中的雨阴沙 以拳化秋 以秋斩胜 一拳之下 不要说季节 就连空间世界也开始速杀灰白起来 第842章神帝跟班 卡 蒲和神帝的伟胜领域彻底碎裂 狂暴的神员席卷过来 直接将他束缚在这种可怖的杀石之中 蒲和神帝疯狂燃烧精血 如果还没有开始 他绝对不会来惹蓝小步这种人 可惜现在他只能先保住小命再说 雨阴沙是蓝小步轰出去的 他自然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自己雨阴沙中的细微变化 蒲和神帝居然挣脱了雨阴沙的沙士领域中心 疯狂要避开 扑 绝光炸裂 蒲和神帝避开了致命伤害 依然是被蓝小步这一拳从腰部轰出半个血洞来 这是他疯狂挣脱的结果 否则的话 这一拳就可以让他半边身体化为血渣 可就是这样 蓝小步这一拳传来的萧瑟到运气息 让他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这一刻 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灰暗的 大道都没有了任何前景 蒲和神帝疯狂运转功法 强行让自己的意志坚定起来 他知道 一旦被这种道运侵染 他就彻底完蛋了 不错啊 这一拳居然没有将你轰杀 难怪敢自称神帝 是有几下 来来来 再来揭我一拳 我保证 如果你能再揭我一拳 我就放你走 蓝小步倒是赞赏了一句 他肯定蒲和神帝比蒲衡要强大太多了 同样是尾胜 实力相差很大 如果是蒲衡面对他刚才的攻击 绝对躲不过他那一拳 虽然蒲和神帝也没有躲过 却至少保住了一命 道友且慢 我已经无法再接下道友一拳 道友应该知道我是十二神帝之一 是曾经有果位的散生存在 宇宙经历了灭世亮节之后 正在疯狂修复之中 这一个纪元下 当宇宙彻底修复过后 必定会在此经历果位之争 我蒲和愿意以自己的大道立下誓言 终生为你效力 蒲和神帝几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话说了出来 然后这才吞下一枚道果疗伤 蓝小步一愣 他没想到一个神帝居然要用大道誓言起活 人果然在生死面前有大恐惧 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 都是一样 只是他需要这样一个伪圣来为自己帮忙 铺和神帝 以勉强止住了自己的伤势 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 道友 我的实力在你面前虽然什么都不算 但我好歹也是一个神帝 一旦等我正道一转 我会缅压大多数的同阶存在 良节之后 宇宙规则飞速修复 甚至卫面都开始融合 以至于一些高级卫面和低界域卫面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一个全新的宇宙卫面 将来有无数的强者会在这同一个宇宙卫面争夺 道友的确是强 但多几个帮手岂不是更好 再说了 我毕竟是远古旧存在 很多东西都可以为道有解惑 蓝小布倒是感觉这话没有毛病 一个好汉三个帮 多一个扑和 或者真的可以帮自己一些忙 讲到这里 蓝小布淡淡说道 我叫蓝小布 有什么话你自己说吧 他要看这个扑和神帝会不会作妖 扑和神帝听到蓝小布的话 眼里露出激动 随即朗声说道 我该向晚 曾为十二神帝之一扑和神帝 在这里以自己的大道立誓 从今日使 我该向晚以蓝小布的意志为立场 绝不备试 如有备试 大道破碎 永无轮回之机 说完 扑和神帝直接卷出自己的大道道痕 蓝小布丢出一道印记烙印在了扑和神帝的大道道痕之上 从现在开始 他随时都可以干掉扑和神帝 不过从扑和神帝的话 蓝小布可以听出 扑和神帝是真的发出了大道誓言 他很是感慨 如果换成他的话 他宁可选择去轮回也不愿意发出这种大道誓言 真不知道这些远古神帝到底是怎么想的 无论扑和神帝是怎么想的 他现在都可以回到长生界去了 随着蓝小布的烙印落下 扑和神帝的大道道痕消失在虚空之中 扑和神帝却是虚了口气 反而是多了一种期待 蓝小布不知道 可作为一个远古神帝 他扑和比任何人都清楚 别看他现在以蓝小布的意志为主 蓝小布甚至一个念头都可以碾杀他 但他同样清楚 风险的背后是机遇 如果蓝小布的修为到现在为止 大道也没有了进步 那他扑和也就到此为止了 若是有一天蓝小布能跨入九转圣人 那他就会获得大道气韵 实力同样会狂飙 万一有一天蓝小布跨出了九转圣人 晋级到真正的永生之列 那他一样水涨船高 以蓝小布能在准圣境界碾压他这个为胜的层次 跨入永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 其实不一定就是坏事 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不能背叛蓝小布 对蒲和神帝来说 一切都是为了大道 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背叛蓝小布 走吧 我们去涅槃神城转一下 然后想办法去长生界 蓝小布来无根神界就是为了获得神员丹海提升实力的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 他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一切但凭主上意志 蒲和神帝立即说道 蓝小布一摆手 我是一介道君 以后可以直接叫我道君 是道君 蒲和神帝毫不犹豫的因道 他心里却不以为然 还一介道君呢 就算你修炼天赋再强 现在想要做一介道君也够不上 不过以这种天赋继续下去 将来的确是有机会成为一介道君的 促庭道友 我打算回到长生界你的想法呢 蓝小布看向北肃婷 北肃婷犹豫了一会说道 我还准备闭关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冲击准胜境界 对北肃婷来说他身上的资源足够多了 不仅如此他的试炼也足够多了 在遇见蓝小布之前 他就一直在逃亡和打斗之中度过 所以现在闭关对他来说 才是最合适的 蓝小布知道北肃婷肯定会继续闭关 他提醒道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神缘单从何处而来 虽然我猜测那家伙短时间内无法来到无根神界 但时间久了就很难说了 将来如果你无处可去 可以想办法去长生界 听说无根神界和长生界的虚空通道是可以来去的 只是有些危险罢了 那个不止神缘单海的家伙再强 在蓝小布看来也不至于能碾压长生界 长生界强者如云 圣人如雨 什么强者能碾压长生界 是 多谢蓝大哥提醒 北肃婷对蓝小布真的是很感激 可以说他生命中最感谢的人就是蓝小布了 可北肃婷分开后 蓝小布祭出了轮回锅 招呼蒲和神帝上了轮回锅后 迅速冲出补之狱 这是轮回锅啊 蒲和神帝看着脚下的轮回锅 心里惊异不已 轮回锅的大明他可是早已听说过 别看他获得了十二神帝的果位 可在这些果位之前还有不用果位的圣道强者 这些圣道强者认为果位才是束缚大道的根源 所以他们无需果位 轮回锅就是这些强者中一人所有的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轮回圣人 你应该知道这锅子的来历吧 蓝小布扫了一眼蒲和神帝 淡淡说道 蒲和赶紧说道 是的 这是轮回圣人的东西 轮回圣人虽然没有果位 却不是他得不到 而是不屑果位 他的道超越了一方宇宙 凌驾于果位之上 蓝小布呵呵一笑 果位什么的 也只有你们这种人在意 我是根本就不在意这种东西 就如我平常听到的什么八大圣人 三散圣 四道均十二神帝什么的 说心里话只是在自己这一方天地称王称霸而已 说白了 只是在你们这一方宇宙世界内力下的大道夫罢了 你应该知道 浩瀚宇宙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和你所在未面同级别 甚至是更高的未面吧 不要说别的 就算是我知道的未面圣人 就有很多圣人的层次不下于你所在未面的那个八圣人 你看 面试亮节之下 很多未面破碎 现在又开始融合 很多圣人都浮了出来 你说有几个比你这未面的所谓八圣人差呢 至于强于你这种十二神帝的存在 更是多如牛毛 蓝小布道不是有意打击符合神帝 他说的是事实 这一方未面的八位圣人是谁他不知道 不过神帝倒是知道几个 不要说别的 就是大荒宇宙出来的圣人 哪一个会比这里的圣人差 千不说红君老祖了 就算是主损在最强的时候 也是秒掉这里所谓的八圣存在 哪怕不用大荒宇宙举例子 太汉宇宙出来的昆威圣人的实力 那一样是秒掉浦和神帝的存在 浦和神帝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反驳蓝小布的话 蓝小布说的都是事实 也许之前他还不是很清楚 灭世亮节之后 天地规则完善 很多东西他都可以通过天道获知 如果不是天地规则完善 他哪里知道还有九转圣人 哪里知道九转圣人之上还有永生圣人存在 第八百四十三章朋友出世 圣人出手 浦和神帝在轮回锅甲板上疗伤 蓝小布并没有拿出道果和鸿蒙生息给他 这家伙好歹也是一个远古强者 身上的好东西绝对是比他要多 而且这家伙轰他的洞府受伤 多受点苦头也是应该 事实蓝小布没有猜错 浦和神帝不但身上有道果 还是顶级疗伤道果 只是一天时间不到 浦和身上的伤势就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蓝小布怀疑就算是他将浦和神帝的肉身给轰碎了 这家伙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过来 轮回锅速度很快 两天后急速遁形的轮回锅呼的止住 随即轮回锅就换了一个方向 那个道君 涅槃神城的方向不在这边 我们方向是不是有些差异 见蓝小布换了一个方向 浦和神帝忍不住说了一句 此刻他伤势进去 也在观察周围的情况 蓝小布淡淡说道 我知道 只是我刚发现一个老朋友家里似乎有些变故 顺便过去看一下 变故 浦和神帝的神念赶紧渗透出去 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啊 不过只是十数个呼吸时间 浦和神帝的神念范围内就出现了一片残墙断壁 浦和神帝叹了口气 不要说实力了 就算是神念 他也比蓝小布差的多了 持几个呼吸时间 轮回锅飞行的距离是多少 他的神念居然比蓝小布差了这么多 人和人真的是不要比 不比他觉得自己在无根神界 就算不是第一人 也没有谁能奈何他 这一比的话 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差劲了 轮回锅已经停了下来 两个残破的玉字正在蓝小布脚下 雷剑 扑和神帝疑惑的问了出来 眼前这两个字正是雷剑 蓝小布走了几步 又翻出两个残破的玉字 不过这两个字是山庄 这里是雷剑山庄 我一个朋友的家 看这情景 被毁掉没有多久 蓝小布语气有些担忧的说道 雷剑山庄是西念墨的 而且西念墨和蓝小布说过 会将雷剑山庄重建起来 这才多久时间 重建后的雷剑山庄就被人毁掉了 建立雷剑山庄的西念墨 可是准圣境界啊 天地规则完善 西念墨就算不晋级 实力也会上涨一些 退一步来说 哪怕西念墨的实力一点都不上涨 在无根神界 谁能对一个准圣动手 哪怕有比西念墨强的人 谁会无缘无故去得罪一个准圣啊 这里不是长生界 准圣遍地走的地方 蓝小布拿出通讯珠给西念墨 发了一道讯息 没有回应 这更是让蓝小布担忧 奉合神帝感受到蓝小布心情不愉快 赶紧退后了一些 他虽然是一个远古神帝 不过他很少关注外面的事情 所以并不知道雷剑山庄 至于西念墨这个准圣 他更是不知道 蓝小布双手挥出一道道首诀 空间开始扭曲波动 一炷香后 两道人影出现在虚空之中 虽然这两道人影都看不清楚 蓝小布依然是认出来了 其中一人正是西念墨 另外一人的实力明显要强于西念墨 这人重创了西念墨后 西念墨顿走 符合神帝看着空间的变化 都呆置住了 这种手段 不要说他 就算是当初他认识的那些圣人能做到吗 这是最顶级的回溯时空啊 以雷剑山庄被毁的痕迹看 似乎有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后 还能将空间影像回溯到这种层次 蓝小布到底修炼的是什么道 用的又是什么手段 扑合神帝还在自我感慨的时候 蓝小布已经回到了轮回锅上 扑合赶紧上来 我们去帮忙 等扑合神帝落在了轮回锅上 轮回锅瞬间从原地消失 感受到轮回锅急速遁形 扑合神帝实在是想要询问一下蓝小布 你是如何知道你朋友逃走方向的 在感受到蓝小布注意力极为集中 似乎在感应什么规则波动的时候 他连忙将化验了下去 一天后 蓝小布依然是在控制轮回锅急顿 忽然一道可怕的空间力量轰了过来 蓝小布因为一直在凭着感觉和对空间规则的微乎变化 寻找西念墨顿走的方向 这一道力量非常突兀的轰了过来 他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事实上他乘坐轮回锅这么多年来 还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轮回锅的速度太快 就算是有人想要通袭 你也要能通袭的到才行啊 这次他精力全部放在了那种旋支右旋的寻找线路之上 轮回锅的速度也没有激发到最大 充其量只是激发了十分之一而已 事实上十分之一的速度也是很快了 能在这种速度下通袭到轮回锅的 也不会是弱者 轮回锅在虚空之中翻滚了百里 这才被蓝小布稳住 之前找人的那种旋支右旋的感觉消失不见 蓝小布心头大怒 不等蓝小布发作 两名男子一前一后拦住了蓝小布 蓝小布知道再也找不到寻找西念墨逃亡线路的感觉 他索性收起了轮回锅 张手将挂在背后的长生脊抓在了手中 沙发气势在蓝小布深周卷起 长生脊自从重新练之后 还没有喝过多少血 完全吸收天地杀是和气韵晋级 倒是有些慢了 难怪能获得轮回锅 这小暴脾气 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说道 在他眼里 蓝小布连对手的来历都没有弄清楚 就直接动手 显然是暴脾气无疑 说话的是一名光头男子 虽然说蓝小布小暴脾气 嘴角还笑盈盈的 从他身上的气息就可以感知 这家伙的实力绝对不会比蒲和神帝弱 不对 不是不比蒲和神帝弱 而是远远强于蒲和神帝 特别是胸口挂着的那十八枚佛珠 看起来好像一枚比一枚狂暴 无根神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高手一个个的冒了出来 至于这光头男子身边的艺人 蓝小布倒是认识 提佛道有 这人脾气的确不是特别好 不仅如此 还特别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当初和我一起去疑神深渊的时候 连名人都的主意都敢打 而且还被他成功了 另外艺人呵呵一笑说道 蓝小布冷冷的盯着说话的修士 刘欣这么快就忘记了当初你是如何求我帮忙的了 是不是觉得自己修为恢复过来了 所以皮痒痒了 你是提佛圣人 你不是已经蒲和神帝震惊的声音响起 只是他说了一半就没有说下去了 蓝小布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来了 蒲和神帝对眼前这个人非常忌惮 或者说不是忌惮了 甚至是有些恐惧 一你是蒲和神帝 你骨头渣子居然还在 提佛圣人说了这句话后 语气转冷 蒲和你是不是觉得我提佛就应该死掉 感受到提佛圣人的语气有些含义 蒲和圣人赶紧陪着笑说道 哪里能这样想 我只是听说亮节之前有一场大战 那一场大战你 当然 这道听徒说的东西 做不得数 小字 不错啊 是不是感觉自己抱上了一个粗腿 提佛圣人没有理睬蒲和神帝 转向蓝小布 语气带着一些调侃 在他眼里 蓝小布显然是抱上了蒲和神帝的大腿 也许是蒲和神帝的弟子 提佛圣人说完这句话 根本就不理蓝小布 再次转向蒲和神帝 蒲和 你胆子不小啊 连轮回圣人的东西你也敢拿 这是我都不敢拿的 你居然光明正大的拿出来用 呵呵 在他眼里 轮回郭显然是蒲和神帝的 蒲和神帝张张嘴 却没有回答提佛圣人的话 现在蓝小布才是他的主人 蓝小布没有解释之前 他不能随便解释 蓝小布依然是没有理睬提佛圣人 他看向流星说道 你当初将我骗去当炮灰的账 我还没有和你算 你居然又轰我的轮回锅 呵呵 流星啊 这账却是越来越多了呢 流星微微皱眉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第一蓝小布说话的语气不大像是蒲和神帝的跟班 还有就是蓝小布说轮回郭是他自己的 如果是蒲和神帝的跟班 那就绝对不敢这样说 因为轮回郭是蓝小布的 蓝小布也会将轮回郭送给蒲和神帝 蓝小布这个家伙很神秘 身上的好东西多得很 而且当初和他一起去医神深渊的时候明明是世界神初期 可后来他调查后知道蓝小布当时根本就不是什么世界神 一样是一个神王 他逃走了蓝小布却和明媛交易了一场 最后获得了明媛好几百条神灵脉 然后从容离去 也就是说他在算计蓝小布做炮灰的时候 蓝小布一样在算计他 结果蓝小布成功了 他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最后灰溜溜的从疑神深渊离开 还搭上了一枚八级神符 见流星没有回应 提佛圣人也是感觉到有些奇怪 他上前一步 抬手抓向了蓝小布的轮回锅 这锅子我带给老朋友吧 不是你能销售得起的 哪怕感觉蓝小布有些奇怪 提佛圣人也没有将蓝小布放在眼里 第844章暂时合作 蓝小布没有半点犹豫 长生级卷起一道万丈级芒披落下来 和提佛圣人的手印轰在了一起 轰 金芒炸裂 长生级的万丈紧芒就好像被击溃了一般 消散一空 同一时间提佛圣人的手印也被轰碎 空间规则剧烈的扭曲 细微的空间裂纹出现在虚空之中 疑 提佛圣人金鱼一生 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蓝小布 别看他没有出全力 可他是一个真正的圣人 手印抓出去的时候到随印走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击溃的 蓝小布随手一击 竟然将他的道运手印击溃 这很不简单啊 蓝小布微微皱眉 刚才他已经是出来了 眼前这个和尚的实力很强 虽然他刚才也没有施展神通 可对方连法宝都没有寄出来 在蓝小布看来 对方最强的法宝应该是那十八枚佛珠 好一会后 提佛圣人才点点头说道 你很强 比我想象的要强百倍 也许我杀不掉你 蓝小布讥讽一声 还也许杀不掉我 你也别吹牛了 轮回锅就在这里 你今天有本事让我逃 我就算是你赢 蓝小布感觉自己虽然无法赢了这个和尚 不过这家伙想要碾压他甚至让他顿走 一样不行 同时蓝小布也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圣人 很有可能是一转圣人 呵呵 我只是实力还没有恢复而已 甚至只是勉强恢复了三分之一 等我实力恢复了 我轻松碾压你 提佛呵呵一笑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蓝小布淡淡说道 没错没错 我的实力也只是勉强恢复了万分之一 等我完全恢复后 我吹口气也撵杀了你 你果然是远古强者转世 听到蓝小布的话 提佛圣人不但没有怀疑蓝小布瞎说 反而是眼睛一亮 难怪对方才准圣境就如此可怕 这显然是顶级圣人转世啊 或者蓝小布是一个真正的长生圣人 之所以不怀疑蓝小布的话 是因为他看得出来 蓝小布的年龄绝对不大 甚至小得可怕 流星呆置住了 他才刚刚跨入准圣境 可蓝小布居然也是准圣境了 刚才他以为今天必定要干掉蓝小布 然后将蓝小布身上的秘密具为己有 现在他知道自己想的过于乐观了 很显然蓝小布的实力比他要强了 至于提佛圣人说蓝小布是上古强者转世 但是流星并没有怀疑 他感觉这也许是真的 否则的话 就算蓝小布再有秘密 岂能修炼得这么快 他不同啊 他相当于转世重修 和别人转世不同的是 他是一道魂念转世而已 铺和神帝心里犹如浪涛在翻滚一般 同时一个声音在心底深处呐喊 他没有看错 蓝小布果然是强者中的强者 提佛圣人是谁他太清楚了 这可是当初占据圣人位的强者 提佛就算是实力没有完全恢复 也恢复了一半 这样的情况下 提佛都无法奈何蓝小布 可以想象蓝小布有多强 而事实上蓝小布才准圣境 一旦将来蓝小布踏入异转圣人 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蓝小布手中长生挤的杀伐气势再次暴涨 提佛不动手 他要动手了 等等 感受到蓝小布强悍的杀一席卷过来 提佛连忙想叫住蓝小布 你出手也没有用 就算是我杀不掉你 你也杀不掉我 大家打下去没有意义 不如做个朋友 蓝小布不但没有助手 杀伐气势越发暴涨 可强者动手 才能让自己进步 杀不掉提佛是一回事 找提佛练联手也很不错 这位道友 你应该知道 天地道则变化太快 现在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感知范围 天地一变 规则齐全后 圣人不再是局限于一个定数 在这强者灵力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联手起来 将会更强 道友可以帮我的忙 我同样也可以帮道友的忙 合则两立啊 提佛圣人笑盈盈地说道 似乎他和蓝小布之间是来谈合作的 之前要抢夺蓝小布锅子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蓝小布呵呵一声 意思是你无缘无故轰了我的飞船 然后我还要和你合作拜 你的意思是我比较好欺负 说完这句话后 七阴挤的沙士已然化为几套海洋 将这一方世界都全部笼罩起来 明明这狂暴的沙士盒不是卷向自己的 流星不由自主的急速后退 他感觉自己如果退的晚了一点 也许会被卷入这沙法海淘之中 提佛圣人不敢再用拳头抵挡 十八枚佛珠瞬息卷出 化为了犹如十字一般的十八道界域 轰轰 咔擦 卡 神圆撞击和道运碎裂之音联名而起 十八道虚幻界域层层碎裂 蓝小布的几套大海也渐渐的虚幻 当十八道虚幻界域彻底崩溃的时候 蓝小布的几套也消散一空 周围再次安静下来 就好像刚才一切没有发生过一般 你看 我都没有反击 我是有诚心和你交朋友的 提佛圣人退后两步 收起十八枚佛珠语气依然是何须地说道 说完后 他不等蓝小布回答 就继续说道 之前我攻击你的轮回过是我的不对 既然是不对 那合作的时候我愿意多帮你几次 蓝小布没有再动手 收起长生己说道 可以 在帮助你之前 我需要你帮我几件事 提佛笑咪咪的说道 当然没有问题 我一看见你就知道 你是一个非常值得结交的人 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让蓝小布奇怪的是 提佛圣人竟没有提要自己帮他什么 不过他也不在意 反正他没有发誓 感觉可以帮忙的就帮 帮不到的 呵呵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有一个朋友 叫西念墨 他的雷剑山庄是不是你们毁掉的 还有你们是不是追杀过他 蓝小布说话的时候 眼睛盯着流星 他在想 如果自己干掉了流星 提佛会不会出来阻止 感受到蓝小布的杀意 流星就好像知道蓝小布心里所想一般 不慌不忙的说道蓝道友 我们好歹也是老朋友了 今天刚来这里的时候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我只是和你说两个事实 第一你杀不掉我 第二我比你身边的蒲和用处要大得多了 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不是蓝小布抱住了蓝小布的大腿 而是蒲和抱住了蓝小布的大腿 蒲和神帝听到流星的话 立即就不高兴了 流星当年我也听说过你 听说你习惯依靠女人过日子 我好歹也是一个十二神帝之一 你除了东躲西藏能做什么 提佛显然比较看重流星 他一摆手说道蓝道友 现在找你朋友比较重要 我虽然不知道是谁追杀你朋友 不过我猜想应该是明元那个伟君子 明元蓝小布一正 明元也来到无根神界了 不过倒是有可能 这家伙身上好东西多得很 别人无法从疑神深渊逃出来 这家伙应该是可以的 提佛黑黑一笑 你从这条路走 应该是捕捉到了明元逃走的方向 我和流星道友也是追踪明元而来 这人虽然是一个伪君子 身上的好东西却是不少 只要我们一起找过去 必定能堵住这家伙 到时候这家伙身上的东西大加分 如何 好既然如此 提佛道友还请带路吧 蓝小布知道明元身上好东西多 但现在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西念墨的安危 如果真的是明元追杀西念墨 这件事说不定还真和他有关系 以明元的精明还有对一神深渊单全的控制 他和流星一起到单全外围 然后和流星一起去参加论道会 再加上他有天刚变神通 明元很容易就能猜到和他面对面交易的主苦是他一行的 知道他本来容貌 到了无根神界后应该是能询问出他蓝小布的跟角 只要找到了他蓝小布的来历 就可以找到他的几个朋友 明元的实力和他回溯时空得到的影像应该是吻合的 明元实力比西念墨强 不过西念墨也能勉强逃走 然后明元去追杀 不但是西念墨还有陈虎楼天虎都是他的朋友 这些人有可能是明元一一要找的 讲到这里蓝小布立即说道提佛道友我们还等什么 赶紧去追明元吧乘坐我的轮回锅 蓝小布说话间第一个落在了轮回锅之上 哈哈没想到我提佛还有机会做轮回锅 提佛哈哈一笑干脆的落在轮回锅上没有半点犹豫 见提佛上了轮回锅 流星也是微微一笑 一步跨上了轮回锅 似乎也是不在意蓝小布对轮回锅做手脚 呵呵 倒是有些胆子 撲合神帝也是落在轮回锅上 他很是不爽流星 提佛就算了 人家本来就是圣人 无论修为还是地位都远远强于他撲合 但流星是一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他面前叽叽歪歪 蓝小布哪里有心思对轮回锅做手脚 等提佛指引了方向后 轮回锅化为一道引线 从原地消失 顿入虚空之中 第845章追杀明媛 蓝小布不知道提佛圣人是如何找到明媛踪迹的 只是隐约感觉提佛没有指错路 仅仅是半天后 轮回锅就停在了一处露天方室外 蓝小布首先关注的不是这个露天方室 而是远处的虚空波纹 神念穿过虚空波纹 是一个不小的虚空漩涡 一看见这个蓝小布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当初他从长生界过来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样的虚空漩涡进来的 这应该是一个虚空通道 如此的话 这个虚空通道应该就是通往长生界了 长生界和无根神界有虚空通道 蓝小布本来还想去询问一番的 因为他实力提升后肯定会回到长生界 没想到他还没有问 就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虚空通道所在 蓝小布刚刚想到这里 就看见两名修士冲进了虚空漩涡 瞬间消失不见 蓝小布示意众人下来 然后收起了轮回锅 这里的虚空通道外和长生界显然不同 长生界的虚空通道外只有一片悬崖 而这个地方却有个露天方室 可见很多修士都想要通过虚空通道前往长生界 随着来的修士越来越多 最后形成了露天方室 我看见明媛了 流星一落下轮回锅就说道 不用流星说 蓝小布也看见了明媛 他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明媛 明媛正站在一个铺子外面看着手中的一块残破皮卷 蓝小布冲过来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他下意识地回头 同时是念伸展出去 当明媛看见冲来的是蓝小布之时 心里一喜 只是下一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抓出一枚顿符 然后顿符瞬间激发 几乎是在蓝小布看明媛抓出顿符的那一瞬间 蓝小布就是一拳轰了出去 轰 明媛整个人被轰成碎渣 他所在的位置也被轰出一个深坑 可蓝小布脸色却不好看 因为他轰碎的是明媛留在原地的影子 在他那一拳轰中明媛的前一瞬间 明媛顿走了 下一刻 蓝小布清晰地看见明媛冲进了那个虚空通道漩涡 明媛这家伙实在是太狡诈了 换成一般人 冲向那个虚空通道绝对不会用顿符 毕竟从明媛站立的位置到虚空通道的所在并不远 以明媛的实力完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顿过去 可明媛偏偏使用了顿符 让蓝小布无法拦截 一旦明媛不使用顿符 蓝小布一个瞬移 可以提前挡住明媛的去路 那摊主看见蓝小布一拳让明媛这个可怕的强者顿走 他连摊子都不敢要了 小心的后退 他进虚空通道了 这个虚空通道听说是通往另外一个完整的界域 叫什么长生界 刘欣走了过来 淡淡说道 蓝小布走到一名摊主面前 抬手画出了西涅墨的影像 这个人有没有来过 这摊主看见蓝小布过来 神情紧张 宁愿这段时间在这个露天方式可是无人敢惹的存在 他甚至杀了一名和神后七强者 而蓝小布一来 宁愿就吓跑了 此刻蓝小布来问他问题 他岂能不害怕 来过就是刚才那个人追杀来的 他似乎受伤很重 一到这里就冲进了虚空通道 听说虚空通道对面是一个叫长生界的地方 那个小耳朵没有追到 这摊主小心翼翼的回答道 反正明媛走了 他叫明媛小耳朵对方也不知道 果然是去了长生界 蓝小布倒是松了口气 上次一个神王都可以去长生界 哪怕是运气问题到达长生界 那西念末应该也可以过去 西念末好歹也是一个准圣 比神王不知道强了多少 这里去长生界的人很多 蓝小布又问了一句 这摊主赶紧答道 之前不是很多 现在人比之前多了 之前这个通道不是每时每刻都出现的 现在常年都在这里 据说里面还有渐渐形成了规则通道 不再是空间错位了 听到这里 蓝小布心里却有些急起来 他来无根神界也有数百年时间了 不知道大荒神界和长生界 是不是已经通过鸿蒙道则彻底融合起来了 一旦大荒神界和长生界彻底融合 那以太汉圣山的尿性 恐怕会直接奴役整个大荒神界 提佛走了过来 名人这个家伙非常虚伪 一旦他逃了 想要再次抓到他 就不大容易 不过这次也怪我 如果我不出现的话 这家伙不会逃的 我一出来 他见到我根本就不敢停留 蓝小布无语的看着提佛 你不吹牛行不行 流星在一边说道 蓝道友 这个提佛道友还真不是吹牛 他当初可是八大圣人之一 虽然名头没有罗虚圣人和兵英圣人响亮 却也排在了太鸾圣人和清衣圣姑之上 如明园这种伟圣 看见了提佛道友 自然是转身要逃窜 提佛黑黑一笑 转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佛珠 意思是流星没有说谎 罗虚圣人和兵英圣人又是谁 蓝小布有些皱眉 提佛排名如此靠后都这么厉害了 那罗虚和兵英岂不是更强 不用管他们 这些人多数都死了 活着的几个肯定没有我混得好 不等流星回答 提佛主动答道 蓝小布只是随口问了一下 他对这个根本就不在意 提佛道友 我要去长生界追杀民园 同时在长生界我还有些事情 提佛道友如果觉得不方便跟随的话 那就留在这里等我们好了 方便 自然是方便 接下来如何做 蓝道友说就可以 我都和蓝道友结成同盟了 自然是以朋友的事情为主 提佛将胸脯拍的啪啪想 蓝小布疑惑的看着提佛 提佛道友 你不是说找我帮忙吗 这家伙之前迫切的要找他帮忙 现在自己有事要离开无根神界了 可这家伙依然是没有提帮忙的事情 让蓝小布有些疑惑 提佛笑道 等蓝道友的事情忙完了后 我再请你帮忙 好 蓝小布也懒得询问提佛是什么事情了 非常干脆的说道 我要去长生界教训几个家伙 我一个人怕事实单力薄 所以多几个朋友多一份力量 以后几位都叫我道君好了 我也是一介道君 对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我们以后行事就以蓝道君为主 这样的话 行事也更统一一些 可仆和神帝怀疑蓝小布不同 提佛是极为相信蓝小布的话 蓝小布这种远古圣人 不要说是一介道君 就算是掌控一介规则他也相信 蓝小布听到这话 心里是愈发怀疑 这提佛的实力如此强大 却如此好说话 要说没有一点心思他都不大相信 蓝小布拿出几枚通讯珠说道 这些通讯珠大家一人一枚 如果走散了 我们找个地方聚集起来 本来蓝小布还不敢去太汉圣山 现在有了提佛这个圣人 蒲河神帝这个伟圣 流星这个不输于蒲河的家伙 他已经有资格去太汉圣山转一圈了 就算是不去太汉圣山 鸿蒙到则那个地方他也能光明正大的过去 提佛 蒲河和流星三人收起通讯珠后 四人一起冲进前往长生界的虚空通道 蓝小布还以为会和从长生界过来一般 会受到各种虚空漩涡和虚空错位冲击 可他们进入虚空通道后 发现这个虚空通道非常平稳 不但没有多大的空间规则波动 空间错位和虚空漩涡更是一个都没有 既然不要说分开 甚至可以不慌不忙的穿过虚空通道 蒲河神帝感叹一声说道 我想要不了多久 这两界就会通过这个虚空通道 彻底融合在一起了 蒲河神帝知道 蓝小布何尝不知道 他心里更是着急 连没有鸿蒙道泽帮忙的无根神界和长生界都要连在一起了 那有鸿蒙道泽帮忙的大荒神界和长生界呢 不过随即蓝小布就想到 既然是大荒神界和长生界是通过鸿蒙道泽渐渐形成界与融合的 那谁能知道无根神界和长生界融合就不是鸿蒙道泽造成的 以蓝小布四人的修为实力 在这个空间规则比较稳定的虚空通道之下行走 速度几乎到了极致 横渡虚空通道的时候 不时都可以超过一些之前进入虚空通道的修饰 估计明远肯定在后悔了 如果早知道这虚空通道如此稳定 他进来追西念墨说不定都追上了 而现在 他反而要被别人追杀 蓝小布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他寄出轮回锅说到 大家上轮回锅 加快速度 没有人犹豫 没有人犹豫 这个稳定的虚空通道 他估计是没有机会打劫蓝小布了 随着他修为提升 蓝小布修为必然提升 流星是一个干脆的人 既然没有希望打劫了 所幸就将这个计划搁置 除非哪一天被他再次抓到机会 否则的话 他不会主动出击了 第846章明媛出血 轮回锅只是遁行了一炷香不到 蓝小布的神念就看见了明媛 明媛显然也用了手段 他身中有一团黄光闪烁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蓝小布寄出轮回锅 还真不一定能追上这家伙 这次蓝小布不等明媛反应过来 蓝回锅已经超过了明媛 跟着就是一把阵旗丢了出去 将明媛堵了各阶阶时时 明媛停了下来 脸色苍白的看着蓝小布挤人 他的确是在后悔 如果早知道虚空通道中的空间规则如此稳定 他岂能在虚空通达外面等了几个月 大圣人 当初在一神深渊你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啊 今天我总算是可以收回一点账了 留心呵呵一笑 冲出轮回锅 落在了明媛的一边 为了抓到明媛 他连修炼时间都顾不上了 在明媛身上浪费掉的时间 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实在是因为无根神界修炼资源太过匮乏 而他要恢复实力 又需要无数的顶级资源 特别是神灵脉 他更是渴望 提佛二话不说 同样是开始封锁空间 这是一个虚空通道 空间封锁更是容易一些 明媛握紧拳头 他刚才尝试了一枚破戒符 居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撕开这一方空间规则 机会只有一次 他再也没有机会来第二次了 这一刻明媛心里只有后悔 他感觉自己太守才奴了一点 如果一开始就施展后天破卫符 应该是可以逃走的 还有就是一开始追着西面墨进入虚空通道 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说来说去就因为后天破卫符太过珍贵 他也只有一枚 有些不舍得用 提佛圣人 当初我们好歹也是联手合作过的 你今天要来对付我吗 明媛深深的吸了口气缓缓说道 他知道这一群人的领头人肯定是提佛 乍以听明媛真诚的话 蓝小步还真以为之前提佛圣人和明媛之间的关系匪浅 提佛转了转胸口的佛珠 带着同样极为真诚的笑容说道 明媛道友 这次可不是我做主 一切单凭蓝道君做主 明媛立即就将目光落在了蓝小步身上 这怎么可能 这里有八圣之一的提佛圣人 十二神帝中的蒲和神帝 还有一个比圣人也不差的凡人道流星 这么多元古强者在这里 凭什么让蓝小步做主 蓝小步当初不过是一个神王而已 现在 明媛想到了之前蓝小步轰向他的那一拳 那一拳没有准圣绝对轰不出来 明媛之前被提佛圣人下注 疯狂急顿 一时间没有定下心来想一想 现在仔细想想看 这才发现了大问题 蓝小步那一拳如此可怕 可之前和他交易的时候 蓝小步才刚刚跨入神王境 这数百年时间 就可以从神王跨入准圣 不要说数百年 数万年能从神王跨入准圣 那都是天赋强绝之辈了 由此可见 蓝小步必定和流星差不多 也是一个远古的轮回强者 否则的话 提佛不可能说这个话 而且提佛还称呼蓝小步为道君 讲到这里 明媛对蓝小步一抱拳说道 蓝道君 我之前的确是有错误 可是我和蓝道君的交易 都是拿出来的实打实的宝物 而事实上蓝道君并没有吃亏 蓝小步何止是没有吃亏 人家是根本就没有拿出 任何东西好不好 可这话明媛不好说 他总不能说你空手套白狼 什么东西都没给我 就从我这里弄走700条神灵脉 其中还有200条是极品的 蓝小步淡淡说道 当初为了从你的困杀神阵中逃出去 我燃烧了千万年寿圆 你看我现在年纪轻轻安然无恙 其实我只有几百年好活了 本来这些都被我隐藏在内心最深处 暗自悲伤 现在正好遇见了你 我不说出来的话 怕憋出尿 不是 我是担心憋出病来 当然 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事情 宁愿恨得牙痒痒的 如果只是蓝小步一个人 他说不定会破釜沉舟和蓝小步拼了 可这里除了蓝小步之外 还有提佛 蒲河 流星三人 这三个家伙对他之根之底 没有一个好对付的 今天要保命 还要从蓝小步这里突破 蓝道君 我虽然不知道蓝道君是哪一尊远古神奇 但我内心深处对蓝道君是非常尊敬的 蓝道君应该知道 如果我拼命自爆掉世界 没有任何人可以获得我的东西 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就算是无转圣人来这里 我也能在他打开我的世界之前自爆掉我的世界 明媛一脸正色的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真诚 蓝小步反而是相信了 明媛说话的神态让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那就是他真的可以在自己打开他的世界之前 将世界爆掉 但他又隐约感觉到明媛在说假话 似乎感觉到蓝小步的犹豫 明媛通勿传音道 蓝道君 我给你三千条极品神灵脉 外加一万条上品神灵脉 还有一道宇宙盗则的所在 蓝小步被明媛的话吓住了 动不动就几千条极品神灵脉 还有上万条上品神灵脉 这一刻蓝小步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贫穷 是贫穷限制了他的想法 之前他以为明媛有一千条极品神灵脉就不错了 可自己还没开口 人家就提出来了三千条极品神灵脉 这要有多富有 蓝小步心里还在澎湃激荡 就听到明媛再次喘音 蓝道君 宇宙盗则可是宇宙尖最顶级的大道规则 比起鸿蒙盗则可是要高几个层次 这是宇宙开辟时候的盗则 和我们平常感悟的宇宙盗则完全不同 如果明媛不提醒的话 蓝小步还真以为宇宙盗则就是鸿蒙盗则 明媛这一提醒 蓝小步这才明白 五千级品神灵脉 一万上品神灵脉 当然还有宇宙盗则的位置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顶级神灵草和材料 蓝小步传音过去 可以 明媛立即同意了蓝小步的要求 听到明媛的传音 蓝小步一愣 他怀疑自己胃口小了 不等蓝小步再想下去 明媛就主动说道 蓝道君 提佛圣人 蒲和道友 留心道友 我这些年东奔西走 身上的东西 早已消耗的七七八八了 我知道大家都不相信我的话 我愿意将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大家每人可以分到五百几品神灵脉 一千上品神灵脉 再多的话 我只能自允 然后自爆我的世界 这话说出来充满了无奈和真诚 让人非常愿意相信明媛的确只有这些东西了 留心微微皱眉 他哼了一声 周深气势瞬间暴涨 别人相信 他是肯定不相信的 如果明媛只有这点东西 那也不配被他惦记这么久 也不配一个大上人的称号 感受到留心不舒服 明媛周深也充满了自爆的道运气息 很显然明媛是真的打算自爆了 蓝小布对流心一摆手 流心道有 就这样吧 总不能让您明媛自爆 宁媛 东西拿来吧 宁媛毫不犹豫的拿出了四枚戒指 分别丢给了蓝小布四人 蓝小布神面落在戒指上 里面有五千条极品神灵脉 一万条上品神灵脉 还有一堆的顶级炼器材料和神灵草 除此之外 还有一枚特别用禁止裹柱的预剪 蓝小布猜测这预剪 也应该就是宇宙道则的所在 扑合神帝呵呵一笑 立即就收起了戒指 五百极品神灵脉和一千上品神灵脉 这就是捡来的 他自然高兴 提佛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有流心心里很是不爽 虽然收起了东西 但心里有些怀疑 宁愿给蓝小布的东西不止这些 否则的话 蓝小布不会这么好说话 他对蓝小布的了解绝对比提佛要多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一个愿意吃亏的主 等众人都收起了戒指 蓝小布才淡淡说道 宁愿今天我们之间的事情结束了 以后你只要不惹我的话 我也懒得理你 不过还有我朋友的事情才开始 听到蓝小布的话 宁愿心头暗叫不好 果然蓝小布就继续说道 我朋友叫西念墨 你无缘无故毁了他的雷剑山庄 甚至还追杀他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明元心头大骂 却依然是强忍住内心的愤怒 再次拿出一枚戒指递给蓝小布说道 蓝道君 这是我最后的一点东西 赔偿给你朋友吧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要杀我明元尽管来拿我这条命 至于为什么对你朋友动手 其实只是为了一枚玉剑而已 蓝小布神念扫了一下 一千几品神灵脉和一千上品神灵脉 这些东西倒也不少了 蓝小布点点头 淡淡说道 既然如此 这次恩怨就此作罢 不过希望你下次不要再去动我的朋友 否则的话 我还是会来找你的 你应该知道 我既然是一介道君 就有办法找到你 宁愿对西念墨动手的原因 应该就是那美宇宙道泽的位置 御剑了 西念墨将御剑给了明元 明元还要斩尽杀绝 只是没想到 转了一圈 御剑回到了蓝小布的手中 告辞 明元一抱拳 居然向着无根神界的方向回头了 尽管蓝小布几人都知道 明元绝对不可能通过这个地方 再次回到无根神界 不过大家也没有去管 这次大家生活都不小 谁管明元去哪里 第847章重回长生界 蓝小布最是满意 他莫名其妙就获得了一万五千条神灵脉 其中还有五千极品神灵脉 这一笔财富足够他修炼了 自人之中唯一有些失落的恐怕就是流星了 至于提佛圣人 他的目标并不是明元身上的东西 如果是混沌神灵脉 也许他还会激动和渴望 但极品神灵脉 他自己身上就有一堆 他之前之所以和流星合作 只是知道明元身上有好东西 而且这种随手就可以发财的事情 谁会显多 最主要的是 他看中了流星的潜力 等流星的实力上来后 可以帮他的忙 现在他将目光转移到了蓝小布身上 比起蓝小布 流星的咖位显然不够 在提佛眼里 蓝小布绝对是远古巨神转世 轮回锅速度越来越快 仅仅半个月时间 蓝小布就追上了西念末 神念中西念末气息紊乱 却依然是在拼命的急顿 很显然西念末在进入这个虚空通道后 也知道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个虚空通道的空间规则太过稳定 一旦明元追上来 那他就死定了 所以哪怕是拼着根基受损 他也是不要命的急顿 蓝小布的轮回郭冲过西念末停了下来 感受到去路被人堵住 西念末也是惊骇的停了下来 能在这里面拦截他的 除了明元还有谁 七师姐 好久不见了 蓝小布笑盈盈的打了个招呼 脚步 是你 惊骇化为惊喜 西念末激动不已的看着蓝小布 他没有想到能在这虚空通道中见到蓝小布 说心里话 真正让他钦佩不已的人只有两个 蓝小布就是其中之一 倒不是蓝小布的修为实力有多强 而是蓝小布以世界神的境界 完美的伏击了一个修炼自身大道的绝世强者 换成任何一个世界神 想要邀请几个神王和神甚至还有两个准圣帮手 那绝对不可能 事实上蓝小布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 在伏击驱捧的时候蓝小布还起了主要作用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七念末下意识的问道 问完之后就醒悟过来 这里是虚空通道 蓝小布出现在虚空通道 肯定也是想要去长生界 蓝小布要去长生界能追上他很正常 因为蓝小布有轮回过 这个虚空通道空间规则还算是稳定 可不代表任何飞行法宝都可以在这里面用 一般的神器飞船就不行 神器飞船在这种虚空通道不但速度快不起来 反而会越来越慢 原因就是这个虚空通道的规则时刻在变化着 这种变化让后天炼制的飞船 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和相容 轮回锅却不同 这是顶级的先天宝物 这种宝物的规则甚至比虚空通道还要高 所以不存在空间规则压制的问题 我特意来找你的 本来我是打算去涅槃神城转一圈 没想到路过雷剑山庄 发现山庄被毁掉了 啊小布 你进来之前没有遇见明媛 七念末猛然想起了明媛 他并不知道明媛没有进来 他以为明媛也进来了 所以疯狂极盾 不过话问出来后 他就猜到蓝小布应该是没有遇见明媛 如果遇见明媛了 那明媛绝对不会放过蓝小布的 原因就是蓝小布脚下的轮回锅 蓝小布呵呵一笑 尸解上轮回锅再说吧 好 七念末没有犹豫 直接落在了轮回锅上 然后急切的说道 你赶紧激发轮回锅加快速度 冲过这个虚空通道 我被一个叫明媛的家伙追杀 我担心这家伙会跟上来 蓝小布一摆手 不用担心 我们已遇见过他了 就因为我发现雷剑山庄被毁掉 一路寻找过来 然后遇见了提佛道友和流星道友 两位道友热心肠 帮我说服了明媛 明媛觉得理亏 还赔偿了一些东西过来 东西给你吧 说完 蓝小布拿出一枚戒指递给七念末 七念末下意识地截过戒指 疑惑地看向了提佛三人 随即他脸色微微一变 立即传音给蓝小布 小布 这三个人至少有两人是准胜 还有一个我甚至感受不到他们的修为实力 七念末受伤后 道运有些散乱 在提佛这种强者面前传音 立即被提佛捕捉到了 提佛咪着眼睛笑道 西道友过奖了 我修为略高一些 现在是一个二转圣人 这两位都是准圣境界 这家伙似乎很臭屁 时刻都想着要怎么表现自己的厉害 二转圣人 七念末呆滞地看着提佛圣人 无根神界的天地规则完善后 他自然也是非常清楚什么才是二转圣人 不用担心他们 我们现在都是合作关系 大家和睦相处 七师姐虽然受伤不重 不过一直在消耗之中 你先聊伤吧 免得伤了根基 蓝小布担心心念末继续下去 会让提佛小看他 提佛这个家伙虽然是一个二转圣人 不过太过自信了一些 如果不是自己不惧他 而这家伙又需要自己帮忙 这家伙绝对不会和他的笑容一般好讲话 七念末到吸了一口冷气 很快他就平静下来 蓝小布现在的修为他也看不透了 他倒是知道蓝小布有隐秘功法的手段 修为越高到运波动就越不显 当初蓝小布在世界神的时候 就可以请到楼天狐这种强者 现在蓝小布可能都是神王静了 邀请到一个圣人似乎也不是太离谱 只是二转圣人 这个有些不大真实 只是要提醒一下蓝小布 圣人可不是那么好合作的 一个不好 就会被对方吞的骨头扎子都没有 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和楼天狐那样光明磊落的 好 我先疗伤 你自己注意一点 七念末的确是受伤不重 但他一直都是在燃烧神源和精血 所以如果继续下去不疗伤的话 轻伤会变成重伤 最后损伤大到根基也不是不可能的 七念末走到一边 神念落在戒指中 当他看清楚戒指里面 恨然是一千条极品神灵脉 和一千条上品神灵脉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滞住了 足足过了数息时间 他才醒悟过来 赶紧将戒指还给蓝小布说道 小布这些我不能要 这么多东西我修炼到现在见都没见过 蓝小布一摆手 这不是我要的 是明元自己深感惭愧 主动给你的 你拿着八 至于我们几个 明元都给了补偿 对 对 大圣人声名大义 为人大度 不但补偿了我们几个 还道了欠 既然是蓝道君开口了 你就收起来吧 提佛圣人忍不住了 心说一两千条神灵脉而已 有什么好推来推去的 赶紧去办事才是正理 西念默看了一眼蓝小布 这才点点头 收起了戒指 轮回锅继续飞顿 一个月时间转瞬即过 此刻西念默的伤势早已康复 他来到了蓝小布身边传音道 小布 那个提佛真的是二转圣人 这怎么可能呢 天地规则完善后 西念默虽然可以感知到圣人有九转 他依然是不相信现在就会出现二转圣人 要知道他的修炼资源也不差 在规则日渐完善的无根神界 数百年时间 他也只是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准圣二层而已 圣人和准圣 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甚至可以说是智的区别 蓝小布笑了笑 的确是一个二转圣人 你也不用担心 他还是手心用的 说了合作就是合作 那三个人中 就留心有些鬼胎 至于朴和 那是我的人 不用担心他 朴和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 西念默听到朴和的时候 皱着眉头努力的想着自己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名字 蓝小布解释道 因为他是无根神界所在的一方宇宙中十二神帝之一 朴和神帝 对 对 我想起来了 的确是十二神帝 西念默的话通路顿住 他震惊的看了一眼蓝小布 又将目光落在了朴和神帝身上 十二神帝啊 传说中的存在 现在居然和他一起坐在轮回锅里面 蓝道君 已到长生界了 提佛的声音传来 随着提佛声音落下 众人眼前一亮 随即众人发现脚下变成了无边无际的荒野 去空通道中的模糊规则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天地规则 天地气域浓郁 各种规则都是非常清晰 等会 我寻找一下方向 我要去看看回去的路有没有被堵住 然后再去要一点站回来 蓝小布拿出了方位预见 对了 小布 我一直忘了问你 你怎么是道君 西念默终于想起来自己要问的问题 蓝小布一边看预见一边说道 我是大荒神界的道君 到时候西师姐和我一起去大荒神界 大荒神界比无根神界要完善一些 不过现在很多界域都融合在一起了 道也没有多少区别 有一句话蓝小布没有说 如果西念默和他一起去大荒神界所在的地方 那西念默修为肯定会暴增 因为西念默闭关的洞府肯定和他修炼的洞府不会相距太远 他都会植入混沌神灵脉 同样是神灵脉 极品神灵脉比上品神灵脉要强了百倍都不止 而混沌神灵脉和极品神灵脉之间的区别 可不能只是用神灵气的浓郁和多寡来区分了 第848章混乱的长生界 好我和你一起去大荒神界 西念默毫不犹豫就同意了蓝小布的话 轮回郭冲过这一方荒野 仅仅一个时辰后蓝小布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这里的确是长生界 可这才几百年时间 长生界让他看不出来有半点天地规则日渐完善的情况 路远到处都是破碎的山川河流 巨大的沟河到处可见 事故一样是随处都能见到一堆堆 有些地方甚至都被血染成了降色 尽管长生界的天地规则依然是在完善着 尽管天地气韵还在持续增加着 可兰小布心里却知道 这也许坚持不了多久了 他在离开长生界的时候就猜到 要不了多少年 等大家都站稳脚跟后 就会爆发出圣门和圣庭之间的资源抢夺大战 而事实上是 这个时间比他预估的还要短 这里到处都是在进行可怕的大战 七念默忍不住就没说了一句 他想起了当初的无根神界 无根神界一样是残破过来的 他是深受其害 没想到长生界也开始向残破转变 这也许只是开始 提佛几人却是无所谓 他们见的太多了 宇宙生生灭灭 对他们来说也就这样罢了 不要说这种破坏 就算是灭时亮节他们不一样挺过来了 空 剧烈的倒运撞击声音传来 虚空中冲撤了无尽的沙发气息 蓝小布放缓了轮回锅 神念就可以扫到两大圣门在大战 两大圣门为什么大战蓝小布不知道 不过战场上至少有四名以上的准胜强者 这种战斗 对长生界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这样下去 长生界最后也会崩溃掉 七念末语气中充满无力感 他虽然是一个准胜二层 可在长生界这种强者如云的地方 他的这点实力根本就不够看 提佛圣人呵呵一笑 只要不打碎界域气韵大落 长生界就不会毁掉 不过这种程度的大战如果到处都是的话 打断界域气韵大落 那是迟早的事情 奉合神帝也是叹了口气 现在气韵还在缓慢增长着 天地规则也在持续修复 一旦哪一天天地规则停止了修复 气韵停止了上涨 那就意味着这一戒即将崩溃 界域的气韵也被打碎裂了 蓝小布神员更是催动了轮回锅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鸿蒙道泽的所在地 他必须要保住大荒神界 将来就算是长生界被毁掉了 他也不允许大荒神界被这些自私自利的所谓圣门 圣庭然指 蓝小布已经是准胜四层 此刻全力驱动轮回锅 也只是比顺移掠慢了一些而已 短短十多天时间 蓝小布就出现在了鸿蒙道泽所在的山谷之外 让蓝小布揪心的是 鸿蒙道泽落在长生界这里的所在被一道又一道的隐匿神镇裹住 他根本就感受不到自己布置起来的隐匿神镇和鸿蒙道泽的具体情况 除此之外 在距离鸿蒙道泽位置百里范围内 建满了各种各样的棕门驻地 很显然鸿蒙道泽的具体位置被找到了 这么多圣门驻扎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他都没有弄清楚 是鸿蒙道泽已经融合了长生界和大荒神界 然后这些圣门在这里抢夺进入大荒神界的路吗 还是知道大荒神界和长生界即将融合 这些人都在等着第一个进入大荒神界 站住 介于入口重地 靠近沙无赦 因为蓝小布放缓了轮回锅的速度 一道身影冲了过来 挡住了轮回锅的去路 同时大声呵斥 不过这名修士只是说了几句 就看见了蓝小布控制的轮回锅 惊喜不已地叫出声来 轮回锅 也许他知道自己背后的实力 以为没有人敢在这里对他动手 所以看见轮回锅后才惊喜 可惜的是 蓝小布根本就不等他动心思 长生级已然卷起 扑 一道雪光炸裂 这名神王修士在蓝小布的长生级之下 连半熙时间都没有坚持住 不等这神王落在地上 蓝小布伸手在虚空逆抓 一个世界出现在他的面前 下一刻这世界中的所有东西都被蓝小布卷走 远处听到轮回锅这几个字激动要冲过来的修士 在看见蓝小布的凶残后 赶紧都是急切地退了回去 提佛也是震惊不已 他知道蓝小布应该是远古大能转世 可这种破开世界的手段简直太可怕了 一个神王的世界他也可以破开 他绝对做不到蓝小布这种写意 流星皱眉不语 他怀疑蓝小布破开别人世界的手段是自己叫的 然而他也做不到蓝小布这种迅速的撕开一个神王世界啊 而且蓝小布的手段比他的手段更加有效 似乎在空间法则碎片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些手段 他真想询问一下蓝小布是如何做到的 不过想到和蓝小布之间的关系 硬生生地忍住了 他可不想自讨没趣 倒有是什么意思 动辄杀我昆尘盛亭的先官 一名和神镜修士冲了上来 不过他感觉自己不是蓝小布的对手 所以没有出手 只是责问 蓝小布示意大家下了轮回锅 这才冷冷地盯着这名和神镜修士 你也要拦住我的去路 言外之意很明显 你拦住我的路了 不杀你才是怪事 如果继续拦路继续杀 这里是长生界各大圣门和圣庭联手封住的 只有加入了圣道盟的圣门和圣庭 才可以在这里占据位置 等候通往大荒神界的通道彻底融合 别的圣门和个人 一律不允许不允许靠近这里 这名和神镜修士大声说道 说话的时候 已经有十数名修士急顿过来 这十数名修士 虽然有一小半是准圣 可见长生界的实力有多强了 蓝小布听到这话 反而是一喜 说明大荒神界和长生界还没有彻底融合起来 他回来的还不算晚 此时有人认出来了蓝小布 纷纷发出讯息回宗门或者是圣庭 蓝小布可是大荒道庭的道君 身上有一堆好东西 长生界谁不想抓住蓝小布 蓝小布哈哈一笑 你也知道这里是通往大荒神界的通道啊 我蓝小布好歹也是大荒神界的道庭道君 你居然拦住我这个道君回家的路 你算什么东西 呵呵 你这个什么萌是不是觉得自己实力很强 所以能管整个宇宙了 这又算是什么东西 这让蓝小布想起了地球上的某某某某某某约 都是这种霸道条款 只要他们看上的东西 哪怕是你家 也要强行说是他们的地盘 蓝小布大荒神界的道君 这名和神境修士脸色立即就变了 大荒神界的道庭道君 这是获得天道认可的 如果不是因为长生界天地一变 规则日渐完善 那长生界早已不存在了 已变成了大荒神界的一部分界域 就算这样 如果大荒神界的道庭道君足够强势 将来能压制住长生界 一样可以让长生界将来不存在 彻底变成大荒神界 当然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蓝小布虽然强 却一直被各大圣门通缉追杀 蓝道君 你的大荒神界道君身份 获得过天道认可 一边的提佛圣人忽然问了一句 获得天道认可的道君和没有获得认可的道君 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蓝小布点点头 没错 当初我为大荒神庭道君的确是获得了天道认可 并且长生界也将是大荒神界的一部分 只可惜后来长生界天地规则开始完善 气韵暴涨 然后长生界似乎有要挣脱大荒神界之名的趋势 我也是无可奈何 说来说去还是实力低了 如果实力再强一些 他强行让大荒神界和长生界成为一界 将来长生界不复存在只有大荒神界 谁敢不服 提佛圣人哈哈一笑 蓝道君 你肯定是上古强者转世 否则的话 天道不会认可你成为一界道君 你发出道言的时候是在大荒神界还是长生界 是不是用了顶级法宝镇压一界气韵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发出道言的时候是在大荒神界吧 蓝小布点点头 没错 我是在大荒神界建立了大荒道庭 并且为第一任大荒神庭道君 同时以气韵阵盘镇压一界气韵 流星和蒲和神帝眼角抽搐了几下 用气韵阵盘镇压一界气韵 这简直是太过嚣张和富有了 提佛圣人感觉这似乎很正常一般 蓝道君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肯定你后来到了长生界 但你到了长生界后 并没有继续用道言认可长生界将来是大荒神界的一部分 如果长生界气韵没有暴增 规则不会完善也就罢了 现在长生界气韵保证规则完善 那问题就大了 一个界域也是有气韵存在的 原先因为你是大荒神界的主宰 所以长生界也认可你 加上这道鸿蒙道则也许同样是因为你才出现在这里 长生界才主动要和大荒神界融为一体 可你在大荒神界发了道言后 到了长生界什么话都不说 这显然不对啊 一界也有道运 知道选择 你说这问题是不是出在你自己身上 蓝小布一愣 自己是没有给出长生界的承诺啊 也没有说气韵阵盘同样可以镇压长生界气韵 如果这样的话 问题还真的处在自己身上 第849章强势的蓝道君 不过蓝小布并没有激动的马上就以大荒神庭的道君名义来发出和并长生界的道言 如果他现在就发布道言 那等着他的恐怕是无数强者的围攻 这里的圣门和圣庭林立 没有一个愿意被别人管的 不要说这个众多界与融合的地方 就算在大荒神界 天庭也只能管天庭这一亩三分地 什么西方教 结教 禅教 人教 各大帝君 道场所在 有几个愿意被天庭管的 这个地方更是众多宇宙的强者聚集地 都是来自一方界域的强者 这些强者如果愿意被别人管 那才是怪事 之前蓝小布在大荒神界建立道庭 大荒神界要融合长生界 他们没有办法而已 现在天地规则完善 气韵暴涨 长生界可以单独成界 没有人再愿意长生界和别的界域融合 融合也就罢了 还多一个道君出来 这是任何圣庭和圣门都不会容忍的 看见蓝小布走向鸿蒙道泽的方向 众多圣门弟子或者是圣庭仙官都不敢阻拦 之前昆尘圣庭的那个神王指示阻拦了一下 甚至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几句 就被蓝道君一己轰杀 不仅如此 连世界也被人撕开了 很多人之所以敢嚣张 是因为就算是被人杀了 自己也是有机会重生的 许多修士都喜欢在自己的世界中隐秘一道神魂 这样的话 哪怕被杀 只要有这一道神魂在 就有机会重生 可人家连你的世界都直接撕掉 你怎么重生 没看见昆尘圣庭的那个河神 知道蓝小布是道君后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走了吗 所有的人都以为蓝小布会第一时间 将隐秘鸿蒙道泽入口处的隐秘神阵毁掉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大荒道庭的道君自然敢做 没有人怀疑蓝小布的胆子 蓝小布当初可是以一己之力挑起了十数个圣门大战 最后还陨落了几个伟圣 不仅如此 蓝小布还冲进了太汉圣山大圣人 昆威的大进戈壁谷 这种事情别人敢做吗 就是跟随蓝小布一起来的提佛圣人 也以为蓝小布会去破开隐秘神阵 看一下鸿蒙道泽的情况 可蓝小布却在接近隐秘神阵的地方 突然寄出了长生戟 长生戟卷起一蓬蓬戟忙轰了出去 随即空间传来一道又一道的法则爆裂之音 布置在鸿蒙道泽所在外面的一片传颂阵群 被这一波几芒撕裂成为碎渣 这里的传颂阵之所以布置在一起 一个是为了节约材料 还有就是形成传颂阵群 传颂的时候可以增加稳定性 可惜的是 蓝小布本身就是一个八级神阵尊 对空间规则更是理解的深刻 否则的话岂能拥有顺移神通 这一几下去 甚至不用来第二次 这一片传颂阵群就被他撕成碎渣 提佛圣人眼睛一亮 果然是远古强者 想的就是比寻常人周到 这传颂阵群毁掉了 那就意味着各大圣门和圣庭的强者 没有办法短时间过来 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 将没有任何人是蓝小布的对手 既然没有人是蓝小布的对手 蓝小布自然是可以为所欲为 不过提佛圣人不会认为自己也不如蓝小布 他之所以没有想到回去传颂 不是因为他不如蓝小布 而是因为他无需畏惧 他是一个二转圣人 就算是传颂阵有强者传颂过来又如何 直接打就是了 打不过也没有关系 他可以走掉 这一方宇宙还没有人能挡住他提佛的逃亡空间 蓝小布和他不同 蓝小布不能逃 他必须要留在这个地方守住鸿蒙道泽 看见蓝小布轰碎了传颂阵旗 一名准圣五层的修士忍不住落在了蓝小布前面 蓝道君你这是什么意思 蓝小布不打碎传颂阵群没事 因为等蓝小布攻击鸿蒙道泽外的隐秘神阵之时 各大圣门和圣庭的强者早已传颂过来了 蓝小布再厉害能对付得了那么多的强者 现在蓝小布突然出手将传颂阵群轰碎 这意味着那些强者无法短时间内回到这里 这还算是好的 如果有人已经在传颂过程中了 蓝小布这个动作 极大可能让那些正在传颂的修士 被丢进莫名其妙的虚空之中 甚至被虚空错位绞杀成为碎渣 蓝小布看见这准圣过来啰嗦 连半句废话都懒的说 长生极卷起一道道杀法法则 这些杀法法则瞬间就将这一方空间锁住 时间对他来说很紧 他哪有时间叽叽歪歪 不服就干 助手 蓝道君 我只是和你询问一下而已 这准圣感受到死亡的气息碾压过来 赶紧退后同时大叫 助手 那绝对不可能助手的 本来蓝小布就可以轻松碾压 这名准圣五层的修士 这家伙现在居然不抵抗反而是要退走 这加快了这名准圣五层修士死亡的进程 当这名准圣五层修士感受到蓝小布的领域彻底束缚住他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走掉的时候 已经是晚了 他刚刚寄出法宝 两道紧盲就穿过这名准圣修士的眉心 一捧雪花在虚空展开 不等这准圣修士的元神逃出 长生极直接将这准圣修士定在了地上 同一时间蓝小布双手犹如繁花盛开一般卷起无数的空间法则 空间出现一道又一道的波动 半注相不到 一个世界就被蓝小布打开 看着蓝小布卷走这名准圣五层修士世界中的东西 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了 强实在是太强了 就算是一个一转圣人 也不能如此迅速的斩杀一个准圣五层强者 而蓝小布不但斩杀了对方 还将对方的世界撕开拿走了东西 提佛圣人也是第一时间沉默下来 他虽然和蓝小布对过一招 不过他心里认为蓝小布现在的实力和他还是有些差距的 只是他杀不掉蓝小布而已 现在他感觉自己的想法似乎有些问题 蓝小布的实力真的和他有些差距 换成他的话 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杀掉一个准圣五层 哪怕这个准圣五层未占先锯 他也不能做到比蓝小布更轻松一些 一言不合 连理由都懒得问 就斩杀了两人 之前逃过一劫的那名昆尘圣庭和神修士 这一刻后被冷汗直冒 他感觉自己就好像捡了一条命斑 可以说当时他退后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恐怕已经被杀掉了 蓝小布将长生戟再次挂在背后 回头冷眼看着几名之前踏前一步 在他杀了那名准圣五层修士后 又退后一些的准圣说道 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人退后万里 十夕之内没有退走的 杀无赦 好霸道的宣言 所有的人都面面相去 没有一个带头动的 这些人甚至在想着 蓝小布的确是可怕 不过如果有人带头一拥而上 他们这么多人就不一定杀不掉蓝小布这个道军 可惜的是 没有一个人愿意带头 这里大小宗门数十个 谁都不愿意先站出来现身 十九八 蓝小布干脆的开始报数 而且他报数的速度非常快 很多人怀疑这两个数字之间停顿的时间 连半息都不到 一些小的宗门开始后退 蓝小布这种强者他们惹不起 这是一个道军啊 只要没有被彻底杀掉 惹了这样一个强者 人家迟早会找上门去的 有了一个宗门先退 众多宗门纷纷后撤 除非傻了 这个时候留在这里 蓝小布破坏了传送阵 各大宗门的强者过来最快 也要半个月时间 等过了半个月 圣门和圣庭的强者来了后 再赶走蓝小布不迟 等住留在这里的各大圣门和圣庭 修士都开始退后 蓝小布这才对提佛圣人一半 道全说道 提佛道友 我还要请你帮个忙 提佛嘿嘿一笑 自然应该帮忙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完道军忙的 等会大战起来 我提佛绝对不会落后 蓝小布说道 多谢提佛道友了 我一看提佛道友 就知道道友是个够一丝的朋友 我想要在方圆千里建立一个新圣道城 还请提佛道友帮我这个忙 主要是圣道城大阵的布置 哈哈 没有问题 这对我来说是小事情 提佛圣人哈哈一笑 没有半点在意的就同意了蓝小布的意思 七念墨连忙说道 我也来帮忙 那就多谢西师姐了 蓝小布说道 至于蒲和神帝 根本就不用说 他本来就是蓝小布的手下 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流星有些不大愿意 不过见大家都在帮忙 他也只好站出来说道 我和蓝道友是老朋友了 帮忙是应该 蓝小布拿出几枚戒指 递给几人说道 这里面是一些材料 先布置护震 将方人万里护住 然后在千里范围内布置圣道城的大阵 蓝小布身上别的东西不多 就是材料多 特别是深不清的世界 让他大获丰收 等众人开始布置护震 蓝小布这才走到了鸿蒙道泽外面的护震所在 非常干脆的祭出长生挤轰下去 轰 咔嚓 指示一下 这些隐秘神阵就被蓝小布轰成碎渣 鸿蒙道泽的情况出现在蓝小布的面前 第850张抱大腿 眼前鸿蒙道泽的气息虽然可以感受到 却非常微弱 蓝小布可以清晰感受到界域的形成 眼前似乎有一道即将形成的虚空阵门 不对 好像不是虚空阵门 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实质大道在形成 按照这种规则完善的程度下去 这一条实质大道要成为实质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以想象到 随着时间流逝 这一条鸿蒙道泽形成的大道会彻底将大荒神界和长生界连在一起 到时候两界之间是通过一条鸿蒙大道相通 还是完全不分彼此 都是难说的事情 蓝小布跨入鸿蒙道泽所在的位置 可能因为鸿蒙道泽即将融合两界 之前可以来去的虚空漩涡也变得极为模糊 蓝小布没有犹豫 非常干脆的开始布置大阵 他也没有打算立即回到大荒神界 如果不将长生界的事情处理好 回去也是毫无意义 八级神阵哪怕是虚空神阵也无法阻拦长生界的这些圣人强者 好在蓝小布还是大荒神界的道君 可以沟通鸿蒙道泽 当初他就是沟通鸿蒙道泽 形成了隐秘神阵 让鸿蒙道泽自动隐秘起来 这才让众多强者无法找到鸿蒙道泽的具体位置 现在蓝小布依然是准备沟通鸿蒙道泽 然后配合自己的手段布置起来防御大阵 最开始的时候蓝小布努力的想要让鸿蒙道泽衍生出防御阵起来 可惜的是他虽然还可以感受到鸿蒙道泽的存在 只是鸿蒙道泽即将彻底和两界融合 这种存在感太弱了一些 这让蓝小布感慨不已 当初他之所以能沟通鸿蒙道泽 让鸿蒙道泽自动衍生出隐秘神阵 可能还真的是提佛圣人说的原因 鸿蒙道泽能在这里衍生道泽 并且努力将长生界和大荒神界融合 还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缘故 鸿蒙道泽看好他 所以这才选择了从大荒神界开始融合中为界域 在长生界的修饰看来 是长生界的天地规则开始完善 长生界气韵暴涨 长生界开始融合宇宙虚空的界域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长生觉 而是大荒神界 长生界仅仅是大荒神界的一部分而已 尝试了数次都没有成功后 蓝小布干脆拿出了气韵道军印 当蓝小布的神念通过道军印沟通到鸿蒙道泽的时候 一切都清晰起来 蓝小布惊喜不已的发现 自己可以轻松借助鸿蒙道泽布置起来各种大阵 蓝小布第一时间布置的自然是隐秘神阵 因为他长期不在 长生界也没有获得他人的认同 之前的隐秘神阵消散 这才导致各大圣门找到了鸿蒙道泽的所在地 这次他回来后 布置了隐秘神阵后 立即要让长生界获得认同 隐秘神阵布置起来后 一道又一道的防御神阵 困杀神阵等等 全部被蓝小布借助鸿蒙道泽布置起来 原本还有些外异的微弱鸿蒙气息彻底消散 然后整个鸿蒙道泽所在的空间 也彻底被隐秘了起来 可以说现在除了蓝小布 还是没有人能来到鸿蒙道泽的所在位置 提佛圣人第一个感受到鸿蒙道泽消散的 他回头看见蓝小布所在的位置 心里不有感叹 蓝小布这一尊远古圣人 也许比他想象的来历还要大 既然如此 他要不要改变一下计划 直接跟着蓝小布混算了 如果在灭世亮节之前 提佛圣人是绝对不可能生出这种面头的 他是一个天道认可的圣人 八大圣人之一 也是无根神界所在位面的最高果位之一 可以说浩瀚宇宙之中 他就伟尊 哪怕是同样的八大圣人 也没有谁敢对他指手画脚 大家都是平等互处的 可是灭世亮节之前的那一场大战 提佛圣人清晰的感知到自己的渺小 能赢过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不说兵因罗须和清源等人了 这些人能赢他 毕竟还算是勉强 至少不能碾压他提佛 可莫无忌 洛雷红吉等强者 哪一个不是可以轻松 鸟掉他们这八大圣人之一的存在 当初不可一世的罗须圣人 现在在哪里 躲过了灭世亮节后 提佛知道自己 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介主宰 也不可能掌控一方宇宙 因为他的实力不允许 既然如此 他还不如直接跟着别人混得了 这样的话 还能再在一次浩瀚大劫来临之前保住一命 看看当初一样的圣人 天恒 幻提 圣姑 通明等人 哪一个不比他提佛混得好 原因是什么 不就是人家抱住了大腿吗 这个蓝小布才准圣境界 实力就如此强悍 绝对不下于当初那几个恐怖的强者 一旦等蓝小布跨入圣人 甚至是九转之后的圣人 那是何等可怕 现在投靠蓝小布 比将来蓝小布发达了后再投靠要强百倍了 只有雪中送炭让人记住的 他还没有见过锦上添花可以让人记住的 做过了这次机会 下次可没有这么大的腿了 讲到这里 提佛圣人更是加快了布置大阵的速度 不仅如此 他还拿出了一堆材料开始炼制圣道城的城墙 一个圣人炼制的城墙 每一块砖都刻画了众多阵纹 可见其强悍程度 在边上帮忙的流星看了一愣 提佛是几个意思 这是真心实意的来为蓝小布帮忙了啊 他们帮忙布置神阵就很不错了 哪有和提佛圣人这般的 还自己出材料 不但自己出材料 还不在意消耗神源和神念 流星心里疑惑 可是仆和神帝就不同了 他之前就在卖力的布置大阵 可看见提佛圣人比他还要卖力 甚至还取出自己的材料构建圣道城的城墙 他就再也无法淡定下来了 这是要抢他在蓝小布面前最好的印象啊 他连神魂烙印都被吓了 岂能被一个提佛圣人比下去 再说了 他实力本来就比提佛差 现在连中心都比下去了 他有什么资格在蓝小布面前混 扑合心思一起来 一样的开始加快了速度 同样取出自己的材料 开始布置城墙 刻画神阵 西念墨本来就是真心实意的帮助蓝小布 他虽然材料不多 可他却一直在努力构建圣道城的城墙 等蓝小布完成了鸿蒙道则的大阵部之后 这才发现他画出来的千里范围 圣道城已经构建一小半了 扑合神帝和西念墨全心全意的为他帮忙 甚至拿出自己的材料构筑圣道城的城墙 蓝小布倒是可以理解 但提佛圣人的做派就让他看不懂了 提佛阵道墙 所以构建速度比蒲和神帝和西念墨加起开都要快 不仅如此 提佛圣人还自己拿出了材料 构建的圣道城城墙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蓝小布一时间想不通提佛为何要真心实意的来帮忙 不过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他也抓出一堆材料开始布置圣道城 五名强者同时构建一个神城 最弱的西念墨都是准圣二层实力 这神城的速度自然是迅速屹立起来 仅仅13天时间 鸿蒙道则千里范围的神城就被彻底构建完成 随着蓝小布植入一条又一条的神灵外下去 神城的大阵启动 瞬间将整个圣道城笼罩起来 尽管提佛等人已在圣道城外面布置了一道道的神阵 蓝小布依然是自己再次开始布置神阵 在圣道城外不断布置八级困杀神阵 八级绞杀神阵 八级防御神阵 虚空幻阵 引灵神阵 巨灵神阵 按照蓝小布的想法 他要布置一堆堆的的神阵群 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连环大阵 不过他的神阵群还没有布置完成 提佛等人在万里之外布置的防御神阵 神阵就被人攻击了 蓝小布停止了继续布置神阵 对提佛呵呵一笑说道 提佛道有 有事情做了 走吧 提佛也是哈哈一笑 摸了摸脖子上的佛珠 打架的事情本身最喜欢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地方号称长生界 到底有多少强者 事实上提佛等人布置的防御神阵仅仅被攻击了一次 就没有被再攻击 攻击神阵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男子 他深周道运流转 显然是一个强者中的强者 之所以攻击了一次就停止了攻击 是因为他试探出来了 这居然是一个九级防御神阵 其中还有一道九级困杀神阵 短短时间就能布置出来九级防御神阵和困杀神阵的 修为绝对不会比他庭域低 庭域圣人 来的是五个人 为首的就是大荒神界的道君蓝小布 那蓝小布极为嚣张 一来就动手杀了古昆圣池的一名准圣五层 不仅如此 他还不问秦游杀了昆尘圣庭的一名神王 一名准圣一层的修士来到这瘦弱男子身前攻身失礼 将蓝小布的霸道行为说了出来 这叫庭域的瘦弱男子可是银空圣门的一名圣人 银空圣门和蓝小布是有大仇的 当初如果不是两大圣门克制 蓝小布就挑起了银空圣门和魔眼圣门的大战 所以他听到蓝小布回来后 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因为传颂阵被毁 他多花了十几天时间